美股博士华尔街专利 大家好 我是米头军 你们的美股探路者 本周三 特斯拉公布了它最新一期的财报 财报后两天的时间 股价大跌了13% 市值蒸发了1000亿美元 而我想跟各位说的是 这可能仅仅是个开始 因为这次财报揭露了特斯拉一个 它一直以来在隐藏的真相 从这次财报后 我想市场很快就会意识到 特斯拉的投资逻辑要改变了 我们过去投资者所熟知的那个特斯拉 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 如果你再按老方法去投资它 那你的投资很可能会出现大问题 所以米头军觉得 我有必要来及时跟大家更新一下 我看到的 以及我了解的一些关于特斯拉的变化 本期视频 我们就结合本期财报 来深入分析一下特斯拉 上来我们有必要先来看一下 本次财报中 特斯拉的一些基础数据 来给大家一个大致的感受 本次财报中 公司的总营收为233.5亿美元 低于分析师预期的241亿美元 同比上涨近9% 而美股盈利为0.66美元 也低于分析师预期的0.73美元 而市场最为关心的毛利率 则直接创了新低 在排除碳税影响后 仅有15.7% 比起上个季度缩水了1.8% 比起去年同期更是直接缩水了10.6% 接近看半 这也是特斯拉历史上第二差的毛利率 上次如此糟糕 还要追溯到2017年 虽然说这里有新车型升级 清理库存的原因 但如此低的毛利率 仍然让市场打点眼镜 不光财务数据没法看 后面财报会议中的消息 更是让人担心 马斯克在财报会议中多次抱怨到 现在的经济十分的困难 对于公司的影响很大 面对分析师尖锐的问题 他的回答也显得没什么信心 就连刚刚宣布 马上要在年底交付的Cybertruck 马斯克也没有表现出 像以往一样的兴奋 反而不断强调说 未来Cybertruck的生产 将会面临很多困难 甚至表示 他们做Cybertruck 很可能是自掘坟墓 这些悲观的言论 则进一步拉低了特斯拉的股价 特斯拉这次财报很差 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我今天特地来讲特斯拉 也并不是因为它的财报差 而是因为这次财报 反映出了很多 特斯拉未来投资的关键 而想要找到这些 未来投资特斯拉的线索 我们还得再回到财报中 去看几个关键的指标 所给我们传递的信息 首当其冲的 还得是毛利率 特斯拉之所以是特斯拉 而不是什么其他的车企 但从造车这个业务上来说 它的优势就在于它超高的毛利率 然而这个优势 很可能要在未来发生改变了 下图展示的是特斯拉过去五年 毛利率 车价和成本的变化 其中上面这根黑色的线 就是特斯拉毛利率的变化 而红色的柱子 代表的是单车平均售价 灰色的柱子 则代表着它的单车成本 光看黑色的这根曲线 我想各位应该已经能够感受到 特斯拉毛利率下滑的严重程度了 而原因就隐藏在下面这两项数据中 可以看到 特斯拉的单车售价 也就是红色这根柱子 从去年第二季度开始 就在不断的下降 直到今天已经降了近一万美元 而同一时间 虽然成本也在下降 但显然速度没有售价降得快 实际上 如果不考虑去年二季度 柏林和奥斯汀工厂产能爬坡 所带来的短暂成本上升的话 那么特斯拉这一年多来 一辆车的成本 其实也就降了2500美元左右 但售价就降了一万美元 这失去的7500美元 就是特斯拉少赚的毛利率 很显然 特斯拉毛利率的下滑 和它快速且大幅的降价是分不开的 光2023年 特斯拉降价就降了六次 不同车型降价幅度不一样 但每次都有1000美元以上的降价幅度 最近的一次降价就发生在10月5日两周前 如果说毛利率是投资者最关心的指标 那么未来特斯拉的股价能否恢复 毛利率能否好转将会是关键 而要想回答这个问题 最重要的还得是看特斯拉是否会继续降价 毕竟成本的下降 现在还远远比不过特斯拉降价的速度 而要想搞懂这个问题 我们还必须要清楚 特斯拉它为什么降价 很多人说特斯拉降价是为了理想 为了让很多人都能开上特斯拉 为以后的业务做铺垫 我想这么想的人就有些太简单了 特斯拉确实有理想 但是降价绝不是为了理想 特斯拉降价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也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原因 是特斯拉不断提升的产能 你是不是没看到 其他车企有像特斯拉这样降价的 这正是因为其他车企没有像特斯拉现在这样的产能提升速度 下面这两张图是特斯拉今年二季度和三季度的产能对比 可以看到 今年第三季度上海厂的年产能增加了20万 而最新的Cybertruck也提供了12.5万的年产能 如此一来 一个季度的时间 特斯拉的全年产能就从原来的200.5万提升到了232.5万 而从实际的生产和交付数据中 我们则更能看出这个产能爬坡的趋势 可以看到 特斯拉自去年三季度起 每个季度的实际生产数量都在提升 在今年第二季度已经达到了48万的产量 只有本季度率有下滑 这是因为上海厂停产了三周升级改造所造成的 如果没有这三周的停产 那实际生产也会在48万左右 而我们看到 特斯拉的实际交付基本上都是按照产量走的 也就是说 它一般都是产多少卖多少 而如果特斯拉想要继续保持这样的趋势 那他们就必须要持续增加自己的销量 才能赶上他们自己持续提升的产能 而这正是过去一年 特斯拉不断降价的主要原因之一 往后看 特斯拉的产能提升肯定还是会继续进行的 管理层强调 他们今年180万的交付目标还是不变 这就意味着第四季度还将会有48万辆车需要交付 而按照目前这个增长趋势来看 到了明年 每个季度的平均交付将会达到55万辆 这才能追上管理层给出的24年交付230万辆车的目标 目前来看 这样的产能提升完全是可行的 持续提升的产能对于特斯拉来说 固然是一件好事 但问题是这个产能提升的时机并不巧 这使得本来积极的产能提升却给特斯拉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就要说到特斯拉最近在需求端所面临的问题了 我们都知道 近一年的宏观环境 对于汽车这样的大件消费品来说是压力很大的 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来自于高利率 马斯克的财报会议上 竟不断抱怨利率给他们带来的负面影响 外加 目前美国民众的超额储蓄很快就要被耗光了 未来的宏观环境还会进一步的恶化 而特斯拉的另一大市场 中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消费力不断下降不说 还在面临着日趋激烈的竞争 更为重要的是 所有上面说的这些宏观环境上的问题 在未来一年内恐怕都很难有扭转的可能 这便在需求端给了特斯拉巨大的压力 特斯拉一直产多少卖多少的现象 经常给人一种特斯拉供不应求的假象 好像需求从来就都不是问题 但这已经是很早之前的事情了 真正了解特斯拉的投资者都知道 特斯拉早已经没有了这种奢侈 这点我们从特斯拉自己的财报数据中也能看出端倪 下图展示的就是特斯拉库存周转率的数据 可以看到在表面的瓶颈之下 库存周转已经显著降低了 这还是在特斯拉不断降价 以及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出现的 这说明需求端的压力其实早已显现 而且未来很可能继续发生 现在我们了解了特斯拉需求端的问题 再配合上咱们刚刚分析的产能的提升 一个明显的结论就呼之欲出了 那就是特斯拉的降价是迫不得已 而且未来还可能会继续降 它的毛利率在短期内很难看到好转 其实要说正常情况下 在这种需求疲软的时刻 车企应该是缩减产能才对 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到其他车厂普遍在做的事情 但是特斯拉由于它发展阶段的特殊性 产能必须要提升 虽然说长期来看这会是一件好事 但是在目前这种需求下滑的阶段 这就给特斯拉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我预计未来至少一年的时间内 需求还会持续下滑 而产能肯定还要继续提升 那么特斯拉在利润端的压力就只会越来越大 除了毛利率 特斯拉的另一个关键 在于它的运营成本出了大问题 多解释一句 上面咱们分析的毛利率 包括的仅仅是特斯拉造车的直接收入和直接成本 而运营成本则是特斯拉在造车外企业的运营成本 在本季度的财报中 特斯拉的运营成本出现了大幅的提升 从7年同期的16.7亿美元 涨到了本季度的24亿美元 同比增长43% 这就使得特斯拉整体的运营利润 从一年前的17.2% 皱减到了7.6% 而管理层给出的原因是 这是因为FSD自动驾驶 抖轴超级计算机 以及机器人的投资增加所导致的 而且公司还明确表示 后续这方面的投入还会继续进行 研发成本在短期内还会不断增长 另外Cybertruck的情况 也在加重特斯拉运营成本的负担 要说Cybertruck这个项目 千呼万唤使出来 终于要在10月30日交付了 但马斯克却在财报会议上 给出了非常糟糕的预期 他说Cybertruck需要12到18个月的时间 才能给公司提供正的现金流 因为Cybertruck所用的技术 让它的量产十分困难 这也就意味着 未来一段时间 Cybertruck会持续拖累公司的运营利润 可以看到 公司在运营成本段上的问题 主要都出在了对未来的布局上 这种布局很难说是一件坏事 长期来看他们对于公司肯定是利大于弊的 但不能忽视的是 在造车业务已经面临巨大利润压力的基础上 再去投资未来 而这些未来又是短期内很难看到效果的 那么短期特斯拉的业绩 恐怕就会越来越糟 而这其中最直接的影响 就是特斯拉的现金流 下面这两张图分辨为 特斯拉运营现金流减去资本性支出的表现 以及运营现金流减去投资现金流后的表现 可以看到过去两年优异的运营表现 确实给了特斯拉自信去布局未来 这两张图都是从22年第二季度开始 就出现了显著的下降 但开工没有回头键 很快这样的大幅投入 就赶上了现在特斯拉所遭遇的困境 可是这投入还得要继续 可想而知 未来一段时间 特斯拉的现金流还会遭遇巨大的压力 综合以上这些分析 我们大致可以描绘出这么一个场景 在未来至少一年内 宏观环境会持续给特斯拉造成压力 特斯拉还会继续降价 它的毛利率还会持续降低 而对于未来的这些投资也将会继续 它的运营成本还将会不断地增加 同时在这段时间内 我们很难找到真正的亮点 Cybertruck的投产 短期内带来的更多的是负面效果 而平价版的Modo 2 虽然能够提升销量并且提高利润 但至少要等到2025年才能真正出现 除此之外 Dojo 自动驾驶FSD Robot Taxi等长期业务 更是难以在短期内看到效果 这就意味着 特斯拉正在经历一个 惊慌不揭的阶段 你可能觉得 特斯拉这次财报表现的已经很烂了 但别急 未来的财报可能会更烂 在未来一年内 特斯拉现在所面临的这些问题 恐怕都很难有所改善 所以我们说 未来一段时间 很可能是特斯拉股东 最艰难的一段时刻 说到这儿 你可能会觉得 在上面的这些分析都比较短视 我们只分析了它短期的一些财务数据 是的 我其实是刻意用这种所谓短视的方法 来分析特斯拉的 因为我发现 特斯拉的投资者很容易走两个极端 要不就是只关注长期愿景 短期风险都一概不谈 要不就是成天追逐消息面 把真正的数据抛在脑后 所以我就想 咱先把数据能够告诉我们的事实 客观地展现给各位 而接下来我就想结合这些数据 来谈一谈 我对于特斯拉投资的一些个人看法 可能会比较主观 大家做一个参考 从短期来看 特斯拉现在所做的所有事情 都在让它陷入更大的困境 而从长期来看 所有现在的这些困境 都将会被pay off 而且会加倍地补偿给公司 如果我们抽离出来看 无论是降价促销所带来的压力 还是投资未来 所带来的这些负面效果 真正的原因都在于宏观环境上的压力 如果没有宏观环境上的压力 如果我们现在是在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阶段 那么产能的提升 也许带来的就是销量和利润的双重增长 而投资未来也会变得更加顺理成章 不仅不会对于特斯拉造成太多的业绩压力 反而会促进它的价值体现 所以说特斯拉的困境 核心就源于宏观环境 可宏观环境的压力 毕竟是短暂的 它不会一直存在 经济有下行就一定有上行 对于长期投资者而言 经济的短暂下行 不该影响到公司真正的价值 我们抛开宏观环境不谈 特斯拉的降价促销 长期来看 确实能够给它带来更多的用户 也为它未来的核心服务 FSD打下了更为坚持的基础 而CyberTruck 虽然在短期内更多的是负面影响 但这是因为 马斯克在用一种极度创新的方式来生产汽车 他希望通过更简单 更自动化的方式来生产 而这种创新虽然在短期内很难实现 但一旦成功 长期的生产效率提升将会是颠覆性的 至于特斯拉的Dojo FSD以及机器人上的这些投入 毫无疑问 也将会让它离自己的价值上限更进一步 可能有人会觉得 特斯拉在发展的黄金阶段 遇到了经济下行 这点实属不幸 但我恰恰不这么认为 往往最伟大的公司 都是诞生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刻 顺流成长起来的公司 往往经受不住考验 而如果能在最艰难的环境下 还能够生存 甚至还能够坚持做对的事情 并且最终得到了验证 那才是真正的价值 而我相信 特斯拉就是这样一家 真正有价值的公司 它现在所经受的考验 我认为 都能够让它在长期 站得更高也更稳 其实长期来看 特斯拉真正的价值 并非是它的走车业务 而在于它 FSD自动驾驶所提供的服务 斗舟超级计算机所提供的算力 以及Robot Taxi 所提供的全新商业模式 很显然 现在特斯拉的这些布局 离这些愿景又更近了一步 而它现在所经受的这些考验 也让它的愿景实现 变得更加真实 那既然如此 现在特斯拉的投资者 是否就能高枕无忧了呢 我并不这么认为 相反 我认为未来一段时间 特斯拉的股东 将经历最为艰难的时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投资者总是极为短视的 这是客观存在的现象 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家公司 是仅仅通过长期愿景 就能让它的股价持续增长的 长期愿景 能够给公司带来增长 但它必须要有短期的数据 持续的支持才行 因为华尔街的这帮分析师 他们就只看重这些 甭管你的愿景有多好 要是短期数据不行 一样会给你下调语期 而他们的股价 也一样会受到严重的冲击 我给各位举个例子 大家就明白了 这就是去年的英伟达 早在前年2021年的时候 我就曾经多次给各位看官分析过 英伟达它真正的价值 其实在于AI 而游戏也好挖矿也罢 不过都是短期的噪音 未来在英伟达估值中的比重 会越来越低 而这也不是什么 我个人的独特洞见 而这多数分析师 其实都心知肚明的事情 但结果怎样呢 2022年随着宏观的压力 以及芯片周期下行这双重打击 英伟达的股价 一度从高点330美元 下跌到了110美元 什么原因呢 正是因为游戏需求 和挖矿需求的大幅下降 现在听起来似乎很搞笑 明明大家已经知道了 这部分业务价值不大 但当公司的业绩 真正因此而受到影响的时候 股价还是遭遇了巨大的打击 我其实当时也曾多次做过视频 提醒各位 英伟达真正的价值所在 但在股价低谷时 没什么人能听得进去 到现在你再看 AI带起来英伟达的需求之后 数据也提升了 所有的愿景也都回来了 这时实际上 英伟达的游戏业务和挖矿业务 仍然没有恢复 但现在大家又开始说 这部分不重要了 股价便在数据的提升 和长期愿景的双重支撑下 持续的上涨 这就是华尔街的短视证 不管你认同还是不认同 这就是我们投资者 必须要面对的事情 而在我看来 未来一段时间的特斯拉 也会如此 尽管投资者们都知道 造车业务的短暂下滑 不会影响到公司的长期价值 尽管所有的这些困境 都是为了长期价值 更好的体现 但我认为 特斯拉也投不开 华尔街短视证的干扰 一旦造车业务持续面临压力 而我们又看不到 Dojo FSD这些布局的短期效果时 特斯拉的股价 仍然会在短期 面临巨大的压力 届时 你在探愿景 也不再会有人买账了 但反过来想 这样的下跌 又何尝不是投资者 最好的机会呢 正是因为 华尔街短视证的存在 才给了这些 真正有价值的公司 一些不切实际的打击 如果你也相信 宏观环境上的压力 不过就是短期的冲击 不影响公司长期的价值 如果你也相信 短期所面临的所有这些困境 能够帮助特斯拉 长期获得更大的成功 那么 未来 我们可能经历的股价下滑 便会是难得的 投资机会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未来这段时间 将会是特斯拉股东 最艰难的时刻 却是新股东 最好的时刻的原因 到这里 特斯拉的所有分析 就跟各位聊完了 我想 现在有一个问题 变得异常关键 那就是 我们要如何在股价低谷中 依旧坚信公司的价值呢 很显然 盲目的坚信 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损失 而股价大跌 本身所带来的冲击 又很可能会动摇 本应该坚持的信仰 像本期视频这样的提前分析 自然能带来一定的帮助 但更为重要的 我认为 还是对于公司 全面且深度的了解 这里 请允许我给自己打个广告 在我的美头Pro中 我有一整个板块 是完全针对几只个股 来做深度分析和跟踪的 其中最为全面的 就是特斯拉 英伟达和苹果这三只股票 这也是我个人 研究最深的三家公司 正是这些研究 让我有底气 在最艰难的时刻 去持有它们 关于本期视频的主角 特斯拉 我曾经研究过 它的自动驾驶技术 它的兜咒超级计算机 它的机器人技术 以及我对于这些 特斯拉长期业务的一个估值 大家有兴趣可以来看看 新用户前七天免费试用 觉得有帮助 就留下来 咱们一起探讨投资 没帮助 七天看完 做个参考也很不错 美头Pro链接 我放到置顶评论中了 感兴趣的看观 欢迎查看 谢谢各位 如果你喜欢美头君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关注和转发哦 谢谢大家